晚上好 再一次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我们这个Pitonic平台 最主要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在第62场 然后连接下来10个问题 因为之前已经讲多20个了 但是还没开始之前先允许来我自我介绍 我叫SK丹 很专注于这个大脑性质还有健康的一个先养者 当然为了让你容易记得我名字 通常我会自我介绍 SK就等于苏格高丸 OK来我这边先做一个免责声明 因为我们要先强调Pitonic是一个产品 而且它是自然的 所以我们这边不是来针对性怎样帮你治病 而是我们要先声明 我所做的每一个分享 然后我的出发点呢 就是希望大家有一定的认知了解 Pitonic怎样可以帮助你 还原你的健康 所以这边呢 你不要完全相信我所做的每一个分享 鼓励大家去寻找你们的答案 就是从你们这边认知 学习了之后回去 你可以用Google 你可以用Wikipedia 你可以用AI 甚至你可以问不同种种类专家 给你不同的意见 当然这边我们是鼓励多学习 多问 当然固然我们可以找到一定的答案 最终呢是希望你们要实践 实践很重要 然后也希望你们大家都是可以去做了之后 用你的智慧去尝试一下这个结果 好 我们要讲明的就是在上一期的时候 Pitonic我们解读这个健康的灵丹妙药 那时候我强调了 我们有讲十个主题呢 就是为什么空腹喝Pitonic 它酸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Pitonic的颜色和味道都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其他呢 就是吃的一些味道 有是咸有是甜有是苦有是酸 然后一天到底可以喝多少杯 还是多少罐 这个都是见仁见智的 可以外用吗 肯定可以 有多少种 113种 比起外面的话 如果你看过五星期的话 最多只有30种 然后我怎么知道是火星呢 这些在上一期 我都已经讲解了 万一 假设你已经忘记了 你想看我们讲的第一场和第二场 甚至呢 我们前面的62场的话 我鼓励大家参加我们的群组 我们会回复给你看那个重播 好 假设有一些人 我没有时间 浪费太多时间去看的话 我就要了解 比东西可以帮我的话呢 这样我会积极鼓励你们看我们第一期 第二期还有这一期 这一期我们玩播了之后 我也会把它放上网 给大家做参考 也是总过30个问题 希望你有一个大方向 有一个大概念 到底比东西怎样可以帮助你还原你的健康 第62场呢 我们再讲多一次 这个是比东西 我们要泄密比东西 解读这个健康的灵丹妙药 第三期 第三场了的 这是第三场 最主要的话呢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讲的 我们讲的产品呢 这个比东西 神奇的益生菌 是针对细菌 给从细菌里面 我们强化了这个叫做生物医学 也讲回这个生物科技 生物呢 不只是应用在我们人体上 可以用在动物上 也可以用在植物上 甚至可以用在地球妈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研究的是细菌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细菌有很多种类 每个人一听到细菌 他就感他就胆怯了 他就紧张了 他觉得细菌可以害我 对不起哦 细菌有分好的 也有分不好的 最主要呢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在细菌的世界里面 跟人类一样 有饿的 有坏的 有中间没有思考的 他是跟班 哪里多 我就跟哪里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一生菌 好菌 然后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们的细菌 也有分两种类 厌养的 或者是好养的 好养呢 就是需要用氧气 来可以活 有些不要氧气呢 可以活得很自在 但是同时间 又可以帮我处理 我们身体的健康 还有不同种类的话呢 我们这边有千万 是知道过亿的 这样第21题呢 我们要问什么 我要问一下 Btonic可以吃西药吗 好 大家都知道 Btonic先声明 它是自然产品 它是属于一个 我们叫做饮料 当然它里面有很多 很多好的条件 符合人体的需求 不过 如果你生病了 我们还是鼓励 我们不是挑战西方的医学 我们也不挑战 现在的医学的科技 我们只知道你有生病 你还是要征求医生的建议 或者提倡 你还是要用它的方式 来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我们知道 要吃得多的话 我们就开始有很多 不舒适的反应 所以我们要强调 吃药都是三分毒 吃什么过量的话 都会有一个挑战 这边我要先声明 Btonic会吗 等一下有机会 我们就开始讲解一下 这边我只是要强调一点 吃药都是三分毒 这个是的的确确的话 你会看到 有一些人吃药的时候 是不停的 不可以停的 比如说 他如果是糖尿病 他是终身都要吃药的 甚至要去洗肾 严重的话 就是两个肾脏都坏掉了 就要去洗肾 高血压 有些人越吃越多 但是他忘记了 他应该用想办法 让身体还原 而不是一直不断的吃药 因为你一直不断的吃药的话 你的身体的负担 就越来越重 反而你会把 你的身体的健康的指数 降低了 越来越低 怎么说呢 P-Tonic和某一个药 会有副作用吗 它会影响到我们药物的吸收吗 这是见仁见智 怎么讲呢 讲深一点的话 我们不懂到底你吃的药 有没有符合到一些条件 但是我会告诉大家 我们的P-Tonic 在你身体里面 它是在做还原的功能 而不是在让你退化 所以因此呢 当有一些药物呢 在一个特殊状况之下呢 它不需要高氧 它也不要有一些 有氧气的东西 来去排测它的药物 所以这个我们是鼓励 如果你们真的要吃的话 最好你的隔离时间呢 是15分钟到30分钟 这是讲第二个 就是说 假设我喝了P-Tonic 我需要吃药 可以 但是不要喝了P-Tonic 就立刻吃药 最好是等待 那个时间的隔离呢 是15分钟到30分钟 掉转的 我已经吃了药 我可以立刻喝P-Tonic吗 我们通常会 鼓励你 尽可以的话 不避免 最好呢 也是等待15分钟到30分钟过后 你才去喝 你才去喝你的那个P-Tonic 就是不要让他们有这个香葱 或者是把你吃的东西呢 变成没有效果 当然如果一些比较敏感的话 你更要去了解一下 你的药物有什么成分 是跟我们的P-Tonic有冲突的 坦白讲 我个人已经参考了 我不觉得P-Tonic有什么特殊的状况 特殊的产品 或者是一个严肃 它的成分 会影响到那个药物 除非这个药物是特别制造的 是跟有冲突 最好是经过医生的建议 我们还是鼓励 你要喝P-Tonic之前 你可以征求医生的建议 到底你是应该喝 还不可以喝 因为尤其是你们 就是大家有中了这个叫做慢性病 或者在接受治疗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处方呢 他们是排斥你们 喝P-Tonic的 我还是鼓励大家 先征求医生的意见 和遵从他们的见解 或者是提议 第12个呢 喝P-Tonic可以吃其他保健品吗 好来我给大家知道 保健品的意思呢 就是自然食物 吹起的 它可以是用高科技 它可以用自然的东西 比如说我做一个简单的 Moringa 辣木叶 辣木叶 你只要可以拿去晒干 你可以来冲茶喝 甚至你问我的话 芒果叶有很高的vitamin C 你只要弄碎它 变成药丸 还是把它放在浇浪里面 你吃下去 它就有吸收高量的vitamin C 这叫做保健品 保健品的目的呢 就是我身体需要吃一些营养 或者是要一些补助品 或者是一些营养素 来让我身体可以健康 跟吃药是没有间接 或者直接的关系的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给你看这个图片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人体吸收氧气 会排气所谓的CO2 就是二氧化碳 这样我们的二氧化碳 可以转变什么 我们需要靠这个树 树把吸的二氧化碳 在靠光合的时候 它就会生产氧气 这个不只代表人类罢了 只要有生物的 动物的 或者是鱼类的话 它会生产二氧化碳 我们的草本就是植物类 它一定要吸收这个二氧化碳 把它演变成氧气 但是要经过一些光合 好 当然 这个树要长得健康的话 它需要种植在泥土里面 泥土里面有什么 我们要强调的是 它有很多的益生菌 为什么 如果你真正了解 我们的食物链 就是我们讲food chain 我们最基本的话 就是从一个开始 就是从泥土开始的 泥土里如果有很多资源 有很多矿物质 微矿物质 营养素 像我们的种子 种在泥土里面 它会长成植物的时候 或者是草本的时候 甚至是水果的时候 它会吸收很多的氧气 吸收很多的矿物质 还有维生素 但是靠什么呢 靠我们的益生菌 像动物去吃了这些植物 或者草本 或者人类直接吃这些植物 或者草本的话 我们就吸收大量的这个营养 因此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 皮疙瘩会影响到保健品吗 我个人经过了20多年的研究 它是不会的 它反而会补助你 跟你有效 所以说消化你食物 得到顶端 甚至很轻松的话 把你这些营养吸收到 散播去我的全身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一生菌本身应该在哪里出现的 应该在我们泥土里面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大量喝 足够的一生菌 让我的肠道健康 让我全身有很多很多的细菌 好的细菌 让我讲好的细菌 这样很自然的话 我说起的每一个植物 甚至我吃的食物 可以是肉类 它也会有足够的一生菌 给你做分解 当然今天我们在讲的是保健品 它会帮得到你吗 肯定会帮得到的 23 为什么我喝了皮疙瘩之后 我这边痛 这边痛 那边痛 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 大家注意一下 我现在用一个简单的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 假设你刚刚想买一件物质 或者是你家里因为漏水了 长期有在这个氧气和你潮湿 甚至漏水的曝光之下 突然间你发现到 你的墙壁养了很多黴菌 我们讲的是黴 这个黴菌 这肥菌安全吗 肯定是不健康的 否则你看这个人在拆除这个霉菌的时候 他要带着个氧气罩 或者是一个口罩 因为这些菌是带着毒 尤其如果你看一个面包 面包正常的吃的时候是没事的 但是有久而久之 你给他接触了很多氧气 氧气里面很多细菌 你会发生到他开始生霉 这个霉如果是白色的话 就无所谓 但是假设他生出来的话 就是黄色的或者黑色的话 这样你要看一下 就像这个墙壁这样 这样我可以把他去留掉吗 当然面包不是一个 会是最好的例子 用这个墙壁是最好的例子 像如果你真的要整个墙壁 跟他除掉的话 你假设讲我只是 喷一些药物 或者跟他油气吗 可以解决问题吗 肯定不可以的 所以因此你会看到 这个员工要把他 彻底解决的话 你会发现到 他需要整个拆下来 就跟他拆除下来 好因此我要给大家知道 为什么吃了Btonic 我会吃变痛那变痛 因为如果你真正了解 有机会跟你把整个身体的器官 拿出来看的话 你看像你左边的 健康的内部的身体 全部都是发布有光泽的 而且是红亮亮的 为什么 整个身体里面都掩盖了什么 就是我们的血液 假设你的身体 吃了很多不健康的东西 吸了很多不健康的氧气 就是吸了很多氧气里面的毒素 吃喝了很多都是不健康的 吃很多糖分又少动 天天玩手机 这样你会觉得 你会慢慢演变成 右边这个不健康的内部身体 这个如果身体累积了很多毒素 肯定我去喝了一生菌 不一定要一生菌 只要你吃有高能量的食物 当然这边我讲的是Btonic 你吃下去了之后 他需要跟你做补救工作 他就像这个员工下 他需要把你墙壁里面的 暗脏东西 把你的毒素 把你的自由机器综合掉 当然这个过程好听吗 你看一下 这个人拆除的时候 他会很安静的吗 不可能的 他要用很多力 假设如果你说 我需要用铲 跟他弄干净他的话 在洗刷的过程的时候 那个声音是很尖锐的 很照应的 所以你要知道一下 为什么我吃了Btonic 我会这边痛那边痛 因为这个是叫做好转反应 他在想办法用最高的速度 把你身体的东西排出来 再不清楚的话 如果你真正有经过 不管是我们讲东方的哲理 东方的哲理就代表说 中国 印度 其他的亚洲国家 他们都朝向所谓的自然疗法 他们也很清楚知道 有四个过程 我们是要经过的 就是轻调补防 我用东方的哲理是轻调补防 你用印度的Ayurvedic 他也是跟你讲轻调补防 就是说你吃任何东西 我们的先手药的要求 就是先把身体弄干净 把胺脏东西排泄出去 假设从你的喉部到你的肠道 都是有很多毒素的话 他不可能讲 我给你吃很多保健品 我给你吃很多健康的东西 你根本没有办法让他吸收 为什么 如果你的这个不健康的内部身体里面 有很多坏菌 当下如果你吃下去的时候 你是得意什么 你不得意好菌 你也不得意到你的身体的细胞 而是得意了这些身体里面的坏细菌 所以我相信你们应该听过这句话 虚不受苦 为什么有些人吃了之后 他觉得他体力充实 他健康很好 有些吃了之后 越吃越糟糕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让他的细胞得意 而是让身体的坏菌得意 为什么 因为这个健康里面呢 就是身体里面的健康 有太多的垃圾 垃圾累积了很多的坏菌 所以希望大家明白 这里通来比通是短暂的 不是长期的 像如果有些人问我 吃西药这么没有这样的感觉的 当然西药的目的呢 可以弄到你身体感觉上神经麻醉 所以你会觉得我好像好了 但是还没有解决更年 所以长期之后 再过一段时间 你反而会发现到 本来我吃了应该没有什么感觉 不过越吃越糟糕 身体的那个破坏力就越来越多 所以说我的健康的体肤越来越糟糕 是因为我一直不断的吃药 它只是治标不治本 这边我强调的是 B-Tonic是治本的 就是把你的根源解决 但是它的处方呢 一定是要把你身体的毒素 先排清排干净 好 虚筋的调整池里面呢 就是我们吃下去的话 你会经过一个不舒适的感觉 可能会有脏气 可能会轻油的很痛 严重一点的话 当然它反应比较激烈 甚至如果你的肝脏 你的大肠 你的肾脏有太多太多毒素的时候 它会处于一个叫做敏感反应 怎么样讲呢 就是你会发现到 突然间我的头更痛 我皮肤会有疹 我呼吸会困难 因为在短期里面 它要撑起它最快的速度呢 把你身体的毒素排出去 但是这个过程 可能会消耗更高更大的能量 所以你会感觉上 我好像觉得我有敏感症了的 好 肠道的敏感也是一样的 有些人吃下去 突然间胃很痛 或者肠道很痛 这个都是因为它在做排毒 我讲白点是 我们的产品可以做排毒的功能 给剂量的问题 当然有些人吃少少 他只是吃少少 他就反应很大 但是有人吃少少 完全没有反应 他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效 因为大家注意一下 身体的架构 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要看一下 你本身的这个墙壁 就代表你的身体 你的霉菌到底有多少 如果你是属于比较健康的 不过还有少数的毒素在里面 将你吃下去 就是没有反应 一直反应比较轻微 但是如果你的身体是慢性疾病 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时候 你只要喝少少 你开始有反应 但是你喝多的话 你反应更激烈 不过大家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的产品就是P-Tonic 它本身的特点就是 你量喝的越多 它的还原的激励 和速度和次数就更快 所以我们鼓励呢 你要吃到这样一些饮用 假设有一些人饮用 胃很痛 这样我会鼓励你 可能你先饭后才吃 虽然我们强烈的提倡 你们都是应该在空腹喝的 所以这个是没有特定讲 他像吃药这样 你一定要这个时刻吃 你随时都可以吃 好像今天早上 我们有一个群组 一个小朋友 发碎的 中了一个A型的吸菌感染 我们就强烈鼓励他 半个小时喝一杯 一天里面喝最多两杯 两罐 就是说一公升 一天里面可以喝一公升 但是平均每一次半个小时 喝50ml 因为如果你要还原的快 我们希望我们善用 这个P-Tonic的军队 在里面动工 跟里面的内部的吸菌打仗 希望在快速的速度里面 把小朋友的身体还原 这个就是它的特点 因为它没有固定讲 你一定要吃固定的量 或者是吃固定的时间 完全没有的 你可以把它当食品 来做一个疗法 如果喝了P-Tonic 有好转反应 应该怎么办 继续观察 看一下你自己本身 可以胜做得到没有 我做一个简单例子 有些人疼痛的吃 就是说疼痛的忍耐度很高 他可以不用吃止痛药 他都无所谓 但是有些人 他只要一点痛 他都呱呱叫了的 这样一个人怎么做 你就开始减少你的数量 当然最坏的打算 甚至你真的受不了的话 我也是会鼓励你 你应该吃止痛药 像我爸爸已经是80多岁的时候 有时他会觉得痛 因为在反朝转的反应里面 他觉得太过痛 很难受 很难受 像我讲 如果你真的受不了 就请你吃止痛药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知道 我们是怎么样去饮用 我们甚至会鼓励 很多时候我们吃了P-Tonic 他们严重的切发了很多的水分 因为我喜欢用这个作比例 就是你把P-Tonic当作是一个肥皂 我给你用这个肥皂来去冲凉的话 而条件是不可以用水 就是用肥皂的时候不可以用水 可以吗 肯定你很清楚的 告诉我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喝水的目的 大家要先了解 我们的身体整个架构 70%是水分 我的脑袋是80%水分 我的眼睛也是80%水分 甚至我的肺也是80%水分 假设我的身体切水 它本来有能力 克勒B-Tonic要排毒 要把这个垃圾排出去 排出去呢 就要靠我们的血 把它输送出去 进过经脉 但是现在我的水不够 怎么样把暗脏东西排出去呢 反而会导致更多的问题 不是好转反应 也不是副作用 而是因为我本身 严重切发的水分 好 饮用的方法 也可以考虑 放前放后空腹 这个是要看个人而已 没有固定的答案 当然如果你深圳的需要 更深度了解的话 我们通常是鼓励你 你自己自身感受一下 当然你现在是要知道自己 如果你是谁健康的话 你只要一杯两杯 如果比较严重的 比如说慢性疾病的 吃了十多年的药物的 需要做一些比较重手术的话 这样我会鼓励你们 数量要提高 甚至可能你考虑一下 一件一罐 好像我自己的亲朋戚友 亲人的我的学生 我通常会鼓励他们 一天就是一罐 就算痛也要忍 除非你忍受不到的话 将你自己继续去观察 你自己去衡量 到底你要有多少量 让你喝到的比较舒适 没有勉强的 因为这个是个人而一 见仁见智 好 25 在什么状况之下 益生菌会死亡 好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你真正认识市场的益生菌 他们最怕的是什么 他怕的是高温 为什么叫高温 高温只要37度 就是人体的温度超过37度 接近39 40 41的话 很多的细菌都会被干掉 尤其是我们的益生菌 所以很怕高温 他也怕氧气 因为大部分好的益生菌 他是属于燕氧的 只要你给它高氧的时候 就好像如果你讲 为什么喝 我们讲碱性水 因为它是属于高氧 这个高氧的话 会把这些益生菌干掉 他也怕光 光不是怕光 他是怕紫外线 只要有紫外线 大家知道紫外线是可以杀菌的 如果你胃膳是少于13.5 甚至在1.5的话 什么东西都被干掉 不只是食物 连益生菌也被干掉 湿度太高的意思 我们都知道水是生命之源 但是所谓的湿度太高的话 是周围的环境 如果湿度很高 尤其是环境湿度的 都是含了很多坏的细菌 这样他就很轻松的 把我的好菌 一生菌跟他干掉 吃太多抗生素 喝太多冷冻的东西 因为冷冻就是要让我们的细菌 受 就是在发臭 不是在发酵 是发酵 但是变发臭 还有污卵物 就是我们吃很多那些 不健康的食物的话 就导致我的身体 慢慢的受破坏 而且我在滋润 这个坏菌的增长 所以 一生菌是很焦贵 是要告诉大家 但是 你们看一下 如果在 我们讲 用微酸 现在我用的起蛋 是叫做 这个叫做醋 你们参考一下 今天我们来看 bacteria versus vinegar under the microscope 会 会有的 bacteria survive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 这就是什么 bacteria looks like before we add any vinegar 这些 bacteria are found in your sink and they would make you sick 我们来 加 some vinegar to this slide 有 look at this a wave of vinegar passes through and the most amazing thing happens the bacteria are killed almost instantly the vinegar destroys the bacteria structure this makes it a pretty good cleaning solution 这给大家知道 现在醋本身 就是可以杀菌的 而且它用的是 商业白醋罢了 它那如果 你有技巧的话 它的效果来得更快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讲过了 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 醋大概的 pH是 2.5 2.5 所以 2.15 我讲错了 2.15 它2.15的话 它酸性很高 它当然口感酸 不过你看 它是有杀菌的功能 因为只要细菌 再少过2.5以下的话 很多的细菌 都很容易被干掉了 这样 一生菌 Ptonic 可以晒太阳吗 可以放在车里面吗 好 这个就是一生菌的特点 我们的Ptonic 一生菌 是生物科技的 经过被提炼 或者被培训出来 它不需要冷藏 但是你一定要在 开 风盖的开开盖了之后 30天要把它喝完 不然的话 它一直在继续的发酵 甚至会变酸 还有第二件事 就是你一直不断的开盖 又关盖 外来的湿度的氧气 会去跟我们Ptonic里面的食物 抢食物 甚至会打仗 导致有一天你发现到 这个口味好像不是正常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把饭血除 我只是要特别强调是 Ptonic 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它喝完的话 甚至30天之内把它喝完的话 你是不需要把它放在冷藏的 为什么 因为Ptonic可以承受到高到80摄氏 的高温 也就是说 就算我把Ptonic放在车里面 只要没有经过暴晒 没有经过UV 没有超过80度 它是很轻松可以在这个业绩里面活下去的 就是它的耐热度可以高达80度 最好是79度以下 27 这样Ptonic有依赖性的话 如果不继续喝的话 会有反效果吗 要注意一下 Ptonic是一种功能性的饮料 它本身就是要给我们补助身体里面很多需要的东西 它有一身菌 它有一身盐 还有那个我们讲心理性的一身菌 代谢物 还有很多那个 就是我们讲那个 代谢的物就是有 很多那些酵素 有很多酶 有很多矿物质 很多 但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不会变成一个依赖性 如果在我找钱给你看的时候 泥土本身就要很多肥沃的 这个所谓的细菌 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吃的时候的营养素越来少 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要提高这个植物的生产量 我们现在丢了很多化肥 甚至呢我们丢了很多什么 我们丢了很多 长肉鸡 重金属 只要很多化学物质为了看那个植物类 或者是我们的水果看起来大大渴的话 就当时我叫它定格松 就是因为它没有功能性的 它只是表面上给我们看到 好像很大力 如果吃下去的话 我们的身体是不会吸收到足够的营养 好 反而我讲吊掌就是你不喝Bitonic 你的身体有很大的机会 没有讲一定是很大的机会 它慢慢在退化 为什么 它的身体越来越少了这个益生菌 可以在身体里面去处理我们身体的吸收功能 消化 还有呢是保护我们身体里面需要的那些抗氧剂 28就是我们喝起来的时候感觉Bitonic像酵素 Bitonic是酵素吗 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起源我们讲它的原材料 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要用的是黄梨 还有就是白 这个叫白香果 注意一下 它的差异就是Bitonic 我们跟Bitonic还有就是酵素来做比较 Bitonic它是一个活性益生菌的饮料 它本身益生菌最终的目的就是生产酵素 为什么 维持很多食物 我吃的时候有 碳化物 我们叫Curbo-Hydrate 我们会吃蛋白质 我们会吃很多矿物质 我们需要什么东西分解 我们需要用酵素来分解 如果你真正跟深度了解的话 甚至连种类 最难消化的肉类就是猪 接下来就是羊 后来就是牛 然后是羊 然后我们讲火鸡 鸡 最容易消化就是海鲜 就是鱼类的 但是每一个种类的肉类需要不同种类的酵素 所以酵素它本身是一种营养物质来的 它只是的目的就是要溶解我们食物 让我的身体容易吸收 但是如果长期补助这个益生菌会有依赖性吗 肯定不会有的 因为我们的身体肠道从头到脚 但是专点专注就放在我们的大肠里面 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益生菌 来平衡 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 科学家已经讲了的 我们现在的大肠 是我们人类的第二个脑袋 为什么呢 他们发现到很多病症 的起源的都是因为我的肠道不健康 甚至很多荷尔蒙不健康 就是因为肠道没有办法设这个血清素 我们叫Ceratonin 它要结合其他的技术 来综合掉 来让我的身体更健康 比如说晚上睡觉 我们要黑技术 我们叫做Melatonin 它结合什么 它结合这个血清素 因此呢 Pitonic是不会有依赖性的 反之如果你讲酵素 它会有依赖性 你不吃它就没办法分解 因为我没有靠我的身体自然去生产 假设如果我们有天有喝Pitonic 有一天Pitonic自然知道 身体吃什么肉类或者吃什么东西 需要什么样的酵素 它自动的就会生产 否则你不吃的话 如果你不吃这个酵素的话 你会有一天发生便秘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有保健 保持有喝Pitonic的习惯的时候 你肠道一直保持平衡的话 你就不会有所谓的肠道的问题 生病的问题 一直累退 29 Pitonic可以治好我的病吗 好我们现在有个理念 我们不是医生 我们不是用一个产品来治病 治病你一定要找医生 医生是针对性的话 如果你头痛 他给你一捏头 如果你的脚痛 他给你一捏脚 但是我们的Pitonic是调理 调理的意思呢 你身体在切什么东西 他会跟你做调整 但是我之前之前讲过了的 我们要符合的就是东方的这里 就是所谓的轻调补防 是个条件 身体里面有毒素的话 他的首要条件呢 让你能量提高 身体会感恩你给他这些好东西 有些是Pitonic的时候 他会跟你做调理 所以很快速的话 只要把这个毒素排出去的时候 他会再什么 轻调就跟你调 然后跟你补 然后轻调补防 所以最终的话 如果你轻调补都做好了这个工作 以后你每喝一杯的话 这是为了做很多很多的医防 所以我们不可以跟你讲 Pitonic可以跟你治好什么什么的病 而是可以帮你做调理 最主要的话 他自身只要有足够医生菌在里面 我们的肠道的医生菌 包括其他全身的医生菌 会做一定的调理 让你身体还原你的健康 所以Pitonic不是拿来治病的 Pitonic是拿来让你做保健的 因为它是这个保健 而且是有功能性的医生菌 饮料 30 服用医生菌 Pitonic足够让我保持健康吗 好 我可以如果说 你如果常常有喝Pitonic 而且喝到一个状况的时候 你觉得越来越好 像是代表你可以烂吃烂用 假设我这边天天喝很多Pitonic 让我身体健康 但是同时间 我每天都去吃伤心食物 伤心食物就是 尤其在美国 我们都用美国来做准则 所谓的伤心食物 就代表说Standard American Diet 就是美国的饮食准则 假设我天天吃快餐 我吃很多加工食物 我吃很多基因改造的食品 比如说GMO的 我的糖又不是自然的 没有营养素的 都是精致的 我吃很多高糖酱 尤其最近你看 肥胖症越来越严重 就是因为我们吃的那个叫做糖酱 不是自然的糖 不是从肝脂那边摧取出来的 我吃的700 什么都是不健康的 都是代表了这个伤心食物 这样你觉得有机会 我在破坏我的身体吗 破坏身体的意思是 我在破坏我的大肠里面的益生菌的架构 天天这样吃的话 就算我天天给你吃一罐的益生菌 也未必可以保持你的身体健康 第二 如果你常常每一天都有吃益生菌 有吃发酵的食物 比如说日本吃的那个 米索酥 你有吃韩国人吃的那个 kimji 你吃外国人讲这种 Grid yogurt Tempucha 日本的纳豆 或者sour dough 中国人的臭豆腐 腐乳 还是有吃很多那些发酵的东西 比如说寡糖 假设你天天有吃的话 这样你的问题就减少了 再来加上如果你有符合这个所谓的种子健康 足够的睡眠 常常有动你的身体 然后你的食量 都是保持六分到八分饱 喝很多很多好水 有吃补助品 又保护你的骨架的话 这样你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 所以你问我 Pitonic喝了是不是够不够 肯定够 加上你有保健你自己 然后 不要去吃很多很多的垃圾食物 一直在 这个Pitonic 最终的话告诉你 Pitonic的特点就是 它有110种的益生菌 它的功能性 就是在我们的胃里面鼓励空腹刺 因为只要喝进我的口 再进我的口腔 在狗喉管 进入我的我的胃的时候 只要6秒钟 而且它会告诉你 不用消化 直接进去小肠里面 就开始动工了 它耐高温80度 一定是液体状 因为可以含量113种的益生菌 大部分我们的Pitonic 这一名的益生菌都是属于燃养的 所以它可以耐强酸 它也是超级细菌 不要氧气 它都开始动工 让我身体还原 最终的话 它不只是包含有这个113种的益生菌 它还是高效 而且有很多的抗氧剂 轻分子 Vitamin K Vitamin B群 还有各种的每一个种的酵素 都可以帮助 最重要的话 一个重要的要点 就是Pitonic 是属于 唯一的 我们讲马来西亚 很特别的产品 就是不只是可以内服 也可以外用 上个礼拜 我给你们看到了 就是 一个受伤的皮肤 糖尿很高的话 几乎要被戒指的时候 都可以有机会还原 因此我分享到此 希望在下一个环节 我们就进入K&A 感谢 Steven 麻烦你 有认识吗 有认识 有认识 OK 谢谢 谢谢 我们的SK老师 真的是 刚才很用心 跟我们讲解 就是Q&A 里面的内容 就是包括 就是通过我们的Pitonic 就是 一般我们所了解 也所误解 可能也不知道 到底 这个Pitonic 有什么 特别的 帮助到我们的身体 来现在的环节 就是我们公开 试的让大家可以 询问 可以打字 也可以在聊天室 还是在中中 可以 就是可以大家 一起来看讨 来我们公开试的 来 谢谢 好 方法呢 简单 Q&A的话呢 就是可以直接在聊天室里面 询问你们的疑问 当然我比较鼓励你们 大家把这个Pit平台 当作是一个教育平台 大家一起学习 所以鼓吹大家呢 都是多问 因为问的越多 你就学习的越多 当然 这边今天是我们有18个人 18个观众 但是我是鼓励你们大家一起来学习 问的多就学的多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开麦克风 问 或者打在视频里面 打在聊天室里面 如果你有疑问的话 有吗 三个星期 前两个星期 我很多人问很多问题 我也鼓励大家在加油 因为这个是难得的机会 一个礼拜就一次 我们的时间大概就一个小时半罢了的 所以可以学的越多是大家的福气 当然我最终是鼓励 一定要时间 就尝试吃喝这个Pitonic 最终的话去让更多人得益 帮助更多人还原健康 尤其在马来西亚 我直接每次讲 每次我看到孩子 他的健康很糟糕 只要一个打喷气 每个人都受感染了的 然后还原的机会就很慢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可以甚至拖到两三个礼拜的 为什么我每次讲 大家中了三毒 第一个毒就是吃的糖太多了 就算你是精致的东西 尤其是淀粉质 好像白饭 白面粉 白面包 这些会导致我们的高糖分 第二个就是做毒 就是完全只是坐在那边没有动 我们人类是属于动物群 我们是动的物件 我们是温血动物 一定要天天动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去运动 但是你身体一定要动 不要坐在那边 懒散散的 就是在那边玩手机 这是第三毒 就是WiFi毒 什么都玩手机 所以导致现在人生病的剧力越来越高 肥胖症越来越来越重 所以鼓励大家一定要了解 怎么样把身体还原 但是最基本的话 如果你听我讲第一场 人类的细胞最需要什么 水分 还有氧气 但是第三个是必须拼了的 因为这个是必须要的 就是一定要吃益生菌 我没有强迫性讲 你一定要喝B-Donic 我是告诉大家 一定要考量吃益生菌了的 因为现在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今天在群组里面 有一个人放播一个视频讲 这个专家讲 你们吃的益生菌 不可以吃多量的 我要先强调 市场的益生菌 不像Dr. Higa 包括我们现在 Dr. Nau之前 研究的益生菌的时候 有113种类 而且分成大三群组 就是我们讲 有这个叫做 酵母 它有卤酸菌 就是普通吃肠都有的 还有一个是光合菌 如果你当然跟我讲 你吃的都是叫做 Lactobacillus 就从牛奶 就是牛奶那边 吹起出来的话 当然有一些人 牛奶发酵不完整的时候 肯定会有一个敏感症 因为有一些人叫做乳糖 就是我们叫做 不耐乳糖 就是Lactob intolerance 像你吃多的话 肯定你会觉得 你会卸肚子 可能你会身体受伤 因为吃的不完整 不齐全 所以我只要给大家知道 假设你吃的齐全的话 就OK 但是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除了吃这个东西 我们也要鼓励 刚刚讲过了 你要吃多点益生菌 什么叫益生菌呢 就是好菌需要的食物 香蕉 苹果 葱 洋葱 或者是我们讲 葱头 还有就是 鸡 这些都是我们 身体里面需要的 给我们的好菌里面 吃很多好的食物 来取代 就是它所谓的益生菌 像我的身体 还可以保持健康 但是你想不通的话 没关系 请你吃多点 发酵的食物 就可以了 当然跑不掉 也要吃多点益生菌 尤其是这个 P-Tonic 神菌 益生菌 OK 请问大家 在聊天室里面 可以有什么问题 给大家打出来 再不来 我强烈鼓励你们 多问 多学 OK 你好 请问有什么口腔 会有咸的感觉 然后怎么会停留口腔 那么跳天 还有菜 咸的感觉 是不是应该是你的神经 就是我们讲那个 内在神经 有出现状况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看第二支波 上一期的 61期里面 我讲解这个 为什么有些人 吃了会咸的 有些人会吃了会甜的 有些人吃了会酸的 但是大部分人有的话 都是属于酸的比较多 尤其你小肠不健康 或者是你心脏有状况 它会比较酸的比较多 假设你是咸的话 就代表你的那个 应该是你的肌肉 的神经 有出现状况 看回第一场 好不好 看回第61场 上一期的 咸的话注意一下 你可能有肾脏 可能是你的大肠里面 就是肠胃里面 有出现状况 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 等一下 我再开一下 那个我上一期的 讲的那个 第61期的 稍等一下 我再开一下 OK 我们看一下 我是快快的给你们看 你刚才讲的 有一个是咸咸的味道 咸咸是处于在这个 麻麻吃吃的这边 就是你的筋骨 有酸痛的感觉 你注意一下 这边是有一个图表 给你们做参考 如果你出气的时候 喝这种感觉出来 有这种感觉的话 这样我会强烈鼓励你们 要特别注意一下 这边我把它放在群组里面 给你们做参考 你们在群组里面 如果有进入 我们的群组的话 我给你们做参考 我已经把它拍去 这个所谓的群组里面 给你们做参考 好 高血压怎么样喝 先要了解 高血压是什么问题 高血压有很多原因的 高血压可能是因为你的血很高酸 所以我要很清楚知道 要给大家知道 IV这边拿 你要先量你的高血压 你会看到有三个数字 第一个是叫脑压 是最高那边 现在的准则是以80加你的年龄 比如说你是50岁的话 我OK 用我自己做例子 我是50岁的话 我就80加50 这样它的准则就是130 当然以前的准则是120 我们讲120 那个是叫脑压 中间那个叫性压 就是叫80 好 听一口来 我比较在乎高血压的时候 我要先看你中间那个性压 到底是多少 如果你少过80的时候 70以下的话 你是70以下的话 这样我要特别警惕你 你可能是低血压 甚至你不够血 OK 但是如果你超过95的话 这代表你血很浓稠 所以高血压 如果你会高血压 是因为你血很浓稠 所以你心脏要打那个血的时候 就打到很刺利 为什么 因为太过浓了 很难打上去 所以我要先了解 你的高血压来源是什么样来的 第二个可能性 如果你的肝 有很多脂肪 它很难去把你的血 全部回收的时候 才叫解毒 这样这个也是七个原因 是为什么你会高血压 有太多原因的 像你问我 喝beat donate可以帮得到吗 可以啊 你要大量喝咯 这样大量喝是多少 怎样喝法 这样我不懂你的高血压 到底有多高 如果以准则来讲 给准则来讲 你是第一次喝的话 你可以从一杯两杯先开始 如果你适应的时候 甚至你开始适应的时候 你就加量 变成三杯 慢慢加成四杯 甚至你觉得你敢敢的话 你觉得你高血不是很大问题 这样你可以一天喝一罐是最好咯 每一个小时喝一杯 一杯是50ml 就是十个小时里面 你已经喝完一罐 这样你的还原的激励 就会比较快 我做一个简单例子 像我爸爸 我爸爸八十五岁 昨天 凉的时候 他是114 下面66 我就比较紧张 我讲你66 你血比较少 我妈妈是130多 我妈妈是130多 我讲这样你们的血都OK 但是我还是积极鼓励你们 只是一杯两杯这样来喝 他们没有高血问题 而且上面是年长 已经是年长了的 所以主要的话是要让你的肝脏 还有你心脏 你的血不要给它浓稠 就OK了的 Ivy 这边我解答你一问 高血液怎样喝 你可以从一杯开始 或者两杯 喝到适应的时候就加重它 我是鼓励你们 在30天里面可以的话 就是说经济许可的话 就在30天里面每天一罐 当然要大量喝水 就很快的让你的身体 可以有还原功能 因为如果你身体哪里有阻塞 哪里有肮脏地方 我们喝了Bitonic 身体会很感谢 用最短的时间里面 把它快速的把毒素排出去 这样你还原的激励就比较快 你精神也会来得比较好 好 其他人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个口诈 SK老师刚才你讲的第一跟第二 第三的你没有找到第三的是什么疑 不好意思 你先讲多一次 解读那个毒素 我们讲第一个是脑压 轻调补防 脑压了就心压 因为第一个是脑压 第二个是 上面是脑压 中间是心压 下面那个是你的心跳 我没有看你的心跳 因为心跳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心跳的最准则是72到90都OK的 那个是心跳 你的心跳 因为我们担心的是血压 BP 它有三个数字的 上面一定是叫脑压 下面叫心压 然后中间那个是心跳 那个心跳不用看了 中间是心跳 最下面那个是心跳 心跳 OK OK 上面是叫脑压 中间是你的心压 我在乎的是你的心压 如果你心压是多过90 95的话 这样你要特别警惕 你有没有恨 你都是高血压了 为什么 你血很浓稠 血浓稠的意思是 你会看到每一个血 都是粘稠在一起了的 OK明白 我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 你要记得 身体是真的很有智慧的 血就算浓稠 不会说我立刻完蛋了的 它的原理就好像你去南北极 南北极里面 你看很多企鹅 很冷的时候 它们大家会拥抱在一起 为什么呢 共享能量 共享热能 我们的每一滴血 本来应该是自己操作的 但是你的身体越来越弱了 营养越来越少了 它怎么样做呢 大家联酬在一起 共享之源 但是你联酬越来越多的时候 因为不够氧气 不够健康 这样你最终的话会阻塞 所以你血就很难通了 很大压力 可以明白 我明白 还有其他有问吗 我的心压是70以下 给你心压70以下的话 你不够血 你不是属于高血压了的 你是属于低血压了的 我们叫hypertension了的 不是hypertension hypo 就是不够血 我做一个简单例子 我刚刚对面的邻居 我是讲我爸爸妈妈家的邻居 60多岁了的 前两天 他本身是糖尿病者 而且已经洗剩了好几年了的 突然间跌倒 我爸爸妈妈我的只跑去帮他 第二天从床上又跌倒 就跌下来 这次要大家去医院了的 去医院的时候 发现到他不够血糖 他是糖尿病者 怎么会不够血糖呢 就是因为他没有胃口 他没有吃东西几天了的 当然你没有吃东西 很多人就误解了 血糖很可怕的 每一个人要知道 我们身体的能量是靠血 我们是靠糖分的 我脑袋要用很多能量 是要靠糖分的 而我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 都会把分解的时候 再输送血糖 我们只是要需要 这个胰岛素来开锁 把血糖放在血里面 送到我们的细胞 他的血糖低到2点多 我讲怪不得他硬 为什么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他都不懂他血糖低 他还是一直在打胰岛素 吃胰岛素的药 所以因为他是洗剩的人 还是拼命在吃 但是没有观察 到底他血糖是高还是不高 血糖平均是5.0到5.5 你想象你2.5就说 你已经几乎进入一个状况 你是要晕了的 为什么 没有糖分 你身体没有糖 你怎么样可以操作 同样的道理 如果说 我想健康 我想要正常的血压 正常血压 你的最准则 就是要靠你的心压 在80 70到90之间 少多过90 接近95的话 超过95的话 这样你的血就很浓稠了的 这样你就很不舒服 为什么 你血不会跑 全部浓稠在一起 有机会以后 我给你看那些照片是怎么叫浓稠在一起 就是每一滴血的话是结合在一起 因为他们需要共享之源 我已经用企鹅的言理给你们明白了的 在南极的时候很冷的时候 企鹅一定要共享 然后我们一直在巡回旋转 外面很冷 我们一直在 我们叫陆队线 就是在旋转 让人来保护大家 可以度过这个暴风雨 或者是这个冷冻的过去 身体也是一样的 血本来应该自己操作的 突然间我的血全面浓稠在一起 就不会跑了 但是如果不够血 你少过70的话 每次保持50 60 50 60的话 这样你要特别警惕 你就是不够血了 这样应该怎么做 你要吃多点高铁质的东西 或者是盖质的东西 比如说菠菜 甜菜根 就是我们叫beat root 你要吃很多铁质高的东西 否则你的血就是每次都不够 血不够什么原因 你看下 如果你想象一下 你是鱼缸 如果一个鱼缸你想抽水 但是压力不平衡的时候 你的水 这个水棒一直在抽水 但是抽空气 抽 让到你的季节 有一天突然间 它会烧坏了 所以心脏也一样的吗 不够血的话 也不好 太多血 太浓稠也是个问题 所以一定要保持在70到90之间 70到90之间 每次我看到70以下的话 你就开始有挑战了的 好像我妈妈最近66 我说吃多点补血的东西 如果是女人的话 你可以吃多点八正 吃那种白凤圆 这是要高铁质的东西 假设你要吃食料的话 你吃多点菠菜 你要吃多点beat root 或者吃多一点 真的是很危险的话 我情愿叫你 OK去博物馆 快点去买什么 买那个铁片 Iron peel Iron tablet 快点吃 补多点那个铁质 还有什么疑问吗 Ivy OK吗 我解答了你疑问 SK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比如我们去补牙回来了 然后我们喝益生菌 喝了益生菌 是否要赶快去疏口 会不会 因为我们怕医生菌太强 把那个补了的牙 那个跟它洗掉 会不会呀 不会不会 反而我会叫你用医生菌来疏口 真的 我会叫你医生菌来疏口 没问题的 只要你不要去刷牙就可以了 只要你不刷牙就可以了 哎呀 这样我们如果吃了饭 不不刷牙怎么可以 没有没有 我先讲清楚 刷了牙你可以 没有 你吃了饭可以刷牙 但是如果你喝了益生菌 先讲明 你是酸的东西 你喝了柠檬汁 你吃了很多汽水 你喝了益生菌 不要立刻刷牙 因为那个酸 如果你弄牙刷 你会把你的法郎质 就磨掉了 会弄坏你的法郎质 如果我们喝了这个 这个益生菌 我们没有去疏口 OK啦 不会 不会 因为我们口水中和掉了 我们还有口水 口水本身是属于弱减的 它会跟你中和掉的 OK Thank you 晚上还没有睡之前 喝杯东西 不必疏口都可以了 如果你口腔是很干净的话 是不用的 当然我会鼓励是这样 你们如果想喝杯东西 晚上睡觉前喝杯东西 我先鼓吹你们 先把牙刷好先 采喝杯东西 当然 刷牙刷好了 然后喝一身菌 是 没问题 这样不必疏口可以 不用疏口的 不用疏口的 你不用担心的 不用再洗口了的 你口腔已经被很多好的俊价保护你的口腔了的 不用担心的 OK 不会因为那个酸性 怎么 不会 我想过了你的口水本身是弱简 它会跟你综合掉的 它会想办法跟你平衡的 OK 谢谢 当然你如果讲你一直喝一关 这样就难搞 但是你只是喝一两杯罢了吗 你不是喝十杯吗 对吗 没事的 没事的 不担心的 我有事 叫我女儿 刷了牙筋 你喝一杯一身菌去睡觉 没有事啊 她牙齿还OK啊 我牙齿也是OK啊 只是我牙齿的品质不美化了 但是讲口腔还讲没事的 更好 更好 因为你刷了牙 我也不懂用什么牙膏 但是你有喝 你喝了一身菌 你可以再疏口一下 就是说 我在gaggle 就是说疏一下 用口 我的舌头 绕一下一圈 我的口 我的牙齿里面 你是在保护你牙齿 更安全 更好 OK OK 谢谢 OK 好来 Ivin这边讲的问题 是讲 你以前是70以上 现在你喝了一身菌 就心压 就70以下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我刚才讲过了的 你在没有事发生的时候 你的身体里面 因为正常的在操作 不过身体有一些 有一些窃限 所谓窃限 就是有一些毒素 当你开始吃 喝了一身菌之后 它开始做工 调整你的身体 突然间在调整的过程里面 你身体是有状况的 而你那时候 才真正反映出来 你是本身不够血的 讲讲 好像你看一些沟区 它没事没事的时候 它可以正常操作的 但是你突然间发现到 它那边有一个石头 石块多了的 因为它正常操作 你把那个石块一拿掉 它水冲得更快 就是说它水冲得更快 你流失的水分更快 因为每一个人身体的架构不一样 我只可以将来解析给你听的是 你本身身体是有一些状况 当时当下的时候 你的本身是气色 不过对我来讲 气色也不是最好的 如果你每次都保持气色的话 你是属于低血压了的 只是刚巧身体跟你做排毒的时候 你的血压更低 所以你要记得补你的铁 要补你的钙片 如果你觉得你用石料的话 就是吃多点菠菜 吃多点moringa 或者吃多点spillerina 就是我们讲那个绿藻 还有刚刚我讲过 就是那个甜菜跟B root 你要更直接的话 你最好是吸油机店 讲我要买一罐的B root 就快点补住我的血糖 我的铁质 让我补血补得比较快 之前你没有 现在你有 我只可以告诉你 你身体有毒素 他再给你做调整 OK 我们最健康的话 最好是80 但是不要超过95 那个我讲的是新鸭 那个新鸭 你OK吗 他一定会调回去的 只是你要吃多点好的东西 补住你的铁片 还有其他疑问吗 SK老师 为什么还有时候 我们用那个冷水来到洗脚之后 突然有时候 我们的脚会抽筋 是什么原因 OK 因为你的血 OK 你脚突然间会抽筋 是因为你冷却了你的血管 所以你血不会跑 所以我是鼓励 如果说 如果你们是有这种状况的事下 两个盐 你的本身血循环 逃得比较慢 OK 第二呢 就是你可能是那个钠 我们叫做那个盐的那个钠 不够 所以你最好吃多点煮盐 OK OK吗 最好像你看 我通常鼓励你们 你们最好冲凉之前喝一杯水 尤其你们一冲冷水的时候 你血管去收缩 如果你吃了水的话会膨胀 不过假设你不够水 它不懂要膨胀还是收缩 你就会有问题了的 因为不够水来冲 你的脚刚好是因为 它在热的时候 你冲冷水 它就收缩 突然间血不会跑 OK 所以 所以像你看以前的人 尤其叫小朋友冲凉的时候 你冲冷水的话 我身体就是拿水来拍我的胸口 就是要我的身体感受到那个冷 来做调整整个身体 我是立刻拿水冲我的头 一下子我的脑袋受不了 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会立刻晕倒了 因为现在人的血医环境来糟糕 所以每逢要去洗澡的时候 喝一杯水 喝一杯温水 你要记得 我要大家注意一下 有几个东西你们一定要谨记的 就是我的身体的温度 永远是保持36.7 我就把它讲完整一点 就是37度 但是偏偏有一些人身体很冷的 一冲热水 它也是晕倒 一冲冷水 它也是晕倒 为什么 血不会跑 跑得太慢了 所以我鼓励你们 冲凉之前喝一杯温水 然后你冲凉之前 如果是冲冷水的人 你最好是拍拍你 就拿冷水拍拍你的胸掌 让你的身体有这个警惕 它又会做调整 否则一下子撒下去 你立刻有些人 立刻晕倒了 因为身体适应不到 那个冷却和冷缩 热脏的感觉 所以有些人会头晕的 有些人会晕倒的 有的 OK OK Thank you 我现在是缺血 Bitonic要怎么样喝 Bitonic照样喝 如果你是 因为我不懂你身体 有什么特别状况 如果你像平常这样 一天一杯两杯 是最容易的开始 但是你最终一定要有 滋盐让它做调整 所以你一定要吃 很多铁质膏的食物 我再重复讲一次 菠菜 甜菜根就是Bit root 或者吃很多那些Moringa Moringa就是辣木 然后就是吃Spillerin 之类的东西 铁质要高的食物 如果你觉得你不是方便 你可以直接买的 比如说白蜂蜒 或者是那个什么 刚刚讲的那个巴针 这些是铁质膏的东西 你吃多一点 有时候我们吃这样的 那个什么 那个巴针 是 会发热气 是啊 因为你会发热气 因为发热气的原因 是因为你的肝 一下子受不了 它很难去处理 因为变成它热了 它超热 再过来的话 第二可能性就是 吃多点液力素 Ivin 你们可以考虑 吃多点液力素 虽然液力素的铁质不高 不过它有magnetium 它也可以帮你做一些调整的 液力素 Coral field OK OK 好 不好意思 秀秀有问题 你要开卖吗 秀秀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 如果我亲人 还有客售 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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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处理你的客售是吗 哈喽 听到吗 是 我听到 你讲你客售怎么样 如果客售 很厉害 如果客了一生 就跟客售怎么办 不好意思 我听到你最后那句 讲你客售怎么 如果有客售 或者跟客售 更厉害 如何 如何 这样的东西你要做 意思是你的一生 就要喝更多 然后你要大量喝多点热水 我鼓励你喝热水 不是喝温水 如果比如讲 我朋友 还有客售 他还有甜尿病 如何 有甜尿病 也没有办法 客售就是客售 你不用扯上甜尿病的 就是叫他喝多点一生 喝多点热水 可以咯 还有 皮八糕 皮八糕 OK吗 可以 皮八糕可以 没问题 皮八糕可以 当然 加加这个东西 如果要更快好的话 你可以考虑吃冬虫草 冬虫草 你还没有海鸥 你还没有海鸥吗 什么叫海鸥 你叫海鸥品牌吗 海鸥 那些海鸥专门店 有一个专门店 叫海鸥的 还是你刚才讲 冬虫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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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冬虫草 可以帮助 是啊 可以帮助肺的吗 那如果他成了病 OK吗 可以吃吗 应该可以 但是他糖尿病严重 可以吃冬虫草吗 可以吗 你问 你最好问那边的人 你跟他买的时候 你问他可以吃吗 但是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我没有办法解答 这个真正的答案 因为我不懂 他这糖尿病有多高 他是糖尿病多少 他的血糖是多高 应该没有影响的 血糖高的意思是说 你血糖很浓稠 OK 你看最明显的就是 血浓稠的时候 是粘粘的 糖分太高 是粘粘的 我们也是用这个例子 我在你手掌 茶糖水 茶有糖的水 你一直这样抓 它是越抓越粘的 你要什么 你要水 所以对我来讲 吃冬虫草是针对肺 如果挑战就是 我要知道他的糖分高不高 他是不是洗肾的 他只是糖尿病吃药罢了 不一样的 我们要搞清楚 但是我 他喝了粘粘粘 喝得很厉害 他怕了 我给他喝 所以你要不要把他解析 要排毒吗 我可以讲过了吗 所以你要喝多点热水 你给我的话 我会鼓励先喝水 不用吃什么冬虫草 先喝水 然后他可以甚至考虑 把那个益生菌减量一点 慢慢调 如果他受不了 就慢慢调 如果受得了 就加重 我人是比较极端一点的 我看到有反应 我更开心 我喝更多 因为我在短短里面 把它解决掉 对呀 我的方法很简单的 我是比较极端一点的 我看到有效应了 我可以我喝更多 我会用最短的时间 把它处理掉 我不会拖的 我不想拖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的 所以我就算肺有很多痰的时候 我不对劲 我喝高粱 我再两三天把它处理掉 我不想拖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否则的话 我根本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去做我的工作 对呀 你说的对 说 那好了 因为我不是吃药 你要明白 我不是吃药 我是靠这些益生菌 我是靠方法 把我用最快速度 把身体的肮脏 它排出来 那我会告诉你 好像你的朋友 这个肺的问题 如果有很多痰出来是青色的 青色的 不是白色的 青色的 这样我会告诉你 我会做更多工 我做什么工 我会吃枇杷糕 我会吃蜜糖 我会喝蜂椒 我会吃一生菌 就是Pitonic 我甚至于洗鼻子 因为我要在身体里面把它处理掉 我不要帮我的身体 把脏东西从我的肺排出去 我不要留在身体里面 我要排出去 我再加强我的身体的能量 那请问 明白 那请问 如果有谁 有钱要病的人 可以去喝蜜糖吗 可以吗 当然 如果你问我的话 好像你这个朋友的话 我会鼓励他喝蜂椒 不要吃蜜糖 喝蜂椒 因为我不懂 他买的蜜糖 按不安全 蜜糖一两茶匙 没有问题的 因为蜜糖本身 没有经过消化的 身体需要有 我们身体的血 我们身体是需要血糖的 我们需要糖分的 但是是简单的单糖 我们叫单糖 我认为 什么人吃一点比较好 对吗 可以这样讲 不过我刚才讲过了 那个蜜糖 正不正亏 所以按不安全 我没有办法解答 那个蜜糖是好的 是好的蜜糖来的 只是说 我看到我去了 喝得这么厉害 我从蜜糖给他喝 然后我给他舒服一点 因为他口容 已经很发炎了 我慢慢吃 这样我会鼓励 不要给他喝蜜糖 是拿一茶匙的蜜糖 喊在口里面 慢慢吞下去 就可以消炎了的 好的蜜糖 好的蜜糖 你可以一叉吃也可以 一汤吃也可以 含在口里面 给他慢慢进过 给他在口里面溶解 用口水溶解它 在喉咙里面过 它就很舒服了的 这样 好好好 不要放水 不要喝水 直接含在口里面 加用口水 一直含含含到 它变成液体的时候 吞进里面 它的喉咙很快就很舒服了的 那我明白了 谢谢你 不客气 好来 大家有什么疑问 Esther老师 其实我前一个月 我就是咳嗽 开始 我从来没有什么发烧的 那次就是被感染 就是发烧了一天 然后就开始 发烧没有之后 然后就一直咳嗽 咳嗽 我就没有吃药 以前我会 可能吃一点 这次我完全 我不要吃药 我就是喝一生菌 一直喝 每一天 一定是喝五杯 我就是喝温水 喝一生菌 然后呢 它有很多糖 是摆设的 然后呢 我就完全把它吐出来 很多糖 的确是很多糖 早上也是这么多 下午也是这么多 我就是吐出来 我继续喝一生菌 很好啊 现在完全没有咳嗽了 好 已经好了 就是吃 我就是单单喝这个 一生菌 对 看单单一生菌 就可以帮助很大 但是一定要配合水 温水 热水是最好的 好 谢谢你那个朋友的话 假设他想更快的话 你甚至可以 可以考虑吃维大命C 如果你觉得维大命C 太贵了 或者找不到 你可以去找多点那些 木瓜 芒果叶子 芒果的叶子 芒果 打烂它拿来 这样直接吃也可以 你要煮 晒干来煮茶吃也可以 它很高维大命C的 你看印度人的维大命C奶来的话呢 大部分都是从芒果叶来的 OK 谢谢你 不客气 好 其他人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个公开给大家 学多一点 Ivy这边你去写的话 有明白了吗 就是 你就是吃多点 叶利素 我再重复 叶利素 菠菜 那个 Broot 就是那个甜菜根 或者你是吃重要的话 就是吃那个白蜂园 或者是八蒸之类的 SK老师 你讲那个芒果叶子是要晒干还是生 晒干 如果你晒干的话你可以泡茶 你打烂它 印度人通常是怎样做呢 他们来晒干之后 拿去打碎它 放在酵壤里面 但是有些来泡茶吃 它有很高量的维大命C的 不然的话就是 不晒干的话 想怎样吃 不晒干的话 你就弄碎它 弄碎它这样子 不过它叶利素很高 所以很多人不喜欢 那个叶利素的味道 对啊 晒干会比较好 哦 通常人家吃晒干的比较多 咬没有晒干就是这样生 吃好像吃菜一样 叶子吃不到的 叶子的芡维太多了 吃不到的 它不是蔬菜 它是 我讲的是叶子 它也不是那种嫩的叶子 你要找嫩的叶子 这样咬也是可以的 不过很苦 哦 我是鼓励你们来晒干之后 打碎它变成粉 然后你可以放在椒壤里面 这样吞下去 或者是你来泡茶喝也可以 这样喝比较容易啦 比较容易 对 比较容易 而且是很高很高的维大命C 哦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还有其他一位吗 OK 来 之前有电调缓两次 不止你吃中药 你只是电疗 化疗两次罢了 不给你吃中药 OK 来 我有这个立案 我这个是我的学生的妈妈 我给你看一下 稍等一下 我再看一下那个方法下 这个妈妈 最近70岁 应该是60多岁 对不起啊 给我看一下那个档案下 你看他是68岁 做了7次化疗 35次的电疗 吃很多保健品 然后P-Tonic是其中一个 你会看得到 这是在做了之后啊 是1月23年的时候 现在是3月24的时候 医生见证了 他很安全 没有事了的 他也看到他自己 不像其他人 做化疗 做电疗 人家全部那边烂 那边烂 脱头发之类的 你看他没有的 所以你讲不可以吃中药 我没有讲不可以吃中药 我只是告诉你 你要考量吃很多 那会提高能量的 因为什么违反 不是我反对吃肉重要 而我们不懂重要的来源是怎么样来的 除非他有特别的疗法 可以处理你的自己的身体 我会比较鼓吹喝多点益生菌 吃多点我们叫 molecular hydrogen 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得到的 甚至你吃那个 所谓的我们讲 那个风胶 你看这边他吃什么 有机的饮食 补充很多天然的营养素 氢气 益生菌 就是Bitonic 风胶 钙利子 足盐 这些都可以保护到他 所以他完全不像一个病人 医生也很惊讶 他完全真的是安全 他讲 你继续做你做的东西 所以他做过了 七次化疗和 三十五次的电疗 听好来 这是我的学生 1999年跟我到现在的 我这个妈妈 她本身就是为什么 她会相信 因为你看她之前和之后的差别 她今年45岁 她之前和之后 现在反而她的哥哥 她的弟弟又讲 你好像越来越年轻 为什么她会做电疗和化疗 是因为家里面有两个成年 一个是医生 一个是化学师 他们都相信医生可以帮她用这种方法 我讲没关系 继续做 但是你要从同时间 把这些脏脏东西跟她排出去 就是靠医生菌 靠这些 清晰之类的东西 只是给你们做参考 跟你讲 你做了两次化疗 医生不准你吃中药 这样我掉转讲 不如你考虑一下 Ptonic你相信的话 你每天一贯 我有两个立案 的是第四期的肺癌 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 我们讲 癌王之王 是叫做 医障癌 第二对我来讲 比较难解决的 就是肺癌 偏偏我在有一个69岁的时候 他中了第四期的肺癌 他也用了七个月 当然是每天一贯 七个月后 他完全没事 做了CD scan RI scan cancel marker 都是安全 直到现在 我另一个是42岁的 也是很短期 不过他吃一点 不吃一点 但是最重要的话 他还是有很聆听 想去处理 到现在已经完全好了完了 是完全好到完 第四期的肺癌 完全好到完了的 IV这样你要明白 不是吃中药 不吃中药 因为我不懂 你吃什么中药 而且通常 我会告诉大家 吃中药是没有错 但是你要知道 它的来源是什么 我比较相信 生物科技 我也会吃中药 我讲什么叫中药 刚才讲的 东虫草 针对肺的 甚至灵芝 也可以针对肺的 都可以帮得到的 只是说 你这个 它的科技和技术 是怎样操作的 我们要先深度了解 我会鼓励你 你这个B后癌 不是大问题 为什么 我的亲戚 不好意思 我应该开给你看一下 我的亲戚 是中了第三期的后癌 第三期的后癌 2021年的时候 他举家人找我 他讲他中了第三期的后癌 我就问他 你想怎样处理 他讲两方面都会处理 因为爸爸做决定 我就跟他讲 如果你有无私的精神 我会鼓励你 但是最后 他自己打电话给我 是13号 12月13号的时候 2021年 想下大概距离 只有两个 三个月罢了 他告诉我 我好了 我说谁跟你讲的 我自己感觉好了 我讲不可以 你一定要给医生见证 你是没事 他讲一个月后 我会见他 就是13号 1月13号 2020年 就是那个 癌症医生 讲了 他 totally free from cancer 告诉大家 这个选择性的 这样他什么 他喝很多 很多医生剧 他可以喝的话 他喝一罐 喝不到 至少半罐 但是最主要的话 你可以看得到 他明显 到现在 他比我更健康 为什么 他真的是 又继续做 他的 他应该做的本分 让自己健康 是两次 是一年配 配套 六次化疗 六十五次电了 做完了吗 所以你要多吃 那个医生菌 你要吃多点营养 然后你不要吃太多肉 尤其是肉里面 有太多那种 荷尔蒙 中金属的 长肉剂的 这些你都要避免 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我叫我给我学生的电话 你在群组里面 或者你找我 我给学生 给他给你做参考 给你了解 这样治疗的 他妈妈是在 布特加叶的 癌症医院那边 做这个疗法 他就是以亲身 看到全部的 癌症病人 同一组 同一组类的 不是脱头发 就是口腔烂到完 他本次电疗的时候 没事没事 突然间 也是有开始 皮肤烧焦 不过很快就还年了 这是重点 如果需要的话 我可以给电话你 给你做参考 至少你可以 你可以征求 他们的意见 他们告诉你 他们的心得 一直累退 好 还有什么疑问吗 可以的话 你每天喝一罐 还有什么疑问 可以尽量发问 我们时间 还剩下五分钟 快点 OK SK SK 嗨 老师 基本上 最近很多人 跟我讲 手脚 睡起来 很麻木 就是关键那方面 胆功 什么 就是什么 就是那个成像 是不是因为 这个 肯定 这个毒素环境 还是 那个营养 那个 那个 太多 还是 那个 疫苗 关键 OK 我们把 我们把那个 疫苗放一边 如果你问我的话 跑会有 该讲回那个 基本的 就是你的血 越来越浓稠 没有送到营养 OK 如果你问我 我中了Vex 我打了Vex 我也有打 但是我打的目的 是因为陪伴我女儿 要拿奖鞋金 否则的话 没有人拿奖鞋金 所以本来可以选择的话 我女儿是没有打 只打过一次 一方针 就是在 小小出生的时候 为了要拿IC罢了的 从此以后 是没有的 我陪伴 我是跟到他陪伴长大的 但是有一天 因为要拿奖鞋金 就被迫一定要打两只 才可以有资格拿奖鞋金 所以跟着政府的要求 但是你问我 有问题吗 没有什么问题 只要你知道 你身体有读书 排出去就好了的 所以关键是 如果你真正问我的话 因为如果你真正注意 MC的时候 大家没有好吃好喝 但是如果讲 MC一开放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很多餐馆开发 你有没有看过 现在吃的东西 口味很重 然后吃的东西 高甜 所以你看 为什么问题来多 不只是因为讲 这个疫苗的问题 而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观念的问题 教育的问题 OK 所以你看 你相不相信 你现在去看医院 几乎都是满的 不管是政府 电视的医院 都是满的 真的是跟这个Vacin 有关系吗 所以为什么不讲 你没有喝水 为什么你没有讲 你没有休息 为什么你不讲 你吃的东西 没有照顾一下 你到底吃的 有营养没有营养 你也不问一下 你到底有没有吃益生菌 太多的问题 没有去处理掉 就理所当然 有东西可以赖就赖 怎么不赖自己的生活作息 为什么不赖自己的 生活方法 可能有出现状况 看我讲的吗 你看现在爆影爆时 有没有天没夜的 太多了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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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现在因为 因为一开放的时候 哇 每个人开始爽了 爆影爆时 这边玩那边吃喝玩乐 这边大饮大食 喝酒拍照啊 这东西什么都有 我看过太多了 所以问我的话 吃的东西完全不健康 生活作息不睡觉 应该睡觉不睡觉 所以就是讲 Vacin害到我这样的 对不起咯 Vacin只是其中一个 很小的元素罢了 OK 明白 OK 你刚才讲 手脚打工杀那些东西 都是因为血没有力了 或者是不够营养了 所以又没有喝医生菌 有些人 哎呀 医生讲不可以吃 更重要是医生讲不可以吃 这样医生可以有他的见解 不过你自己要用你自己的 用自己的探讨心 去研究一下 OK 明白 谢谢 明白 OK 好 最后一次我们有这个问题 给大家询问还有吗 你不吃多肉 吃什么好 我不能多吃肉 是啊 你不应该多吃肉 因为肉本身现在真的不健康 如果你真的想吃肉 你想吃鱼的话 最近有 BECON 对 BECON医院 BECON hospital 它开了很多BECON mark 你可以考虑吃他们那些 因为他们完全100%是 用自然有机方式来 持养他们这些动物 我们身体是需要吃protein 但是如果你给我的话 你看 大乡 长颈鹿 犀牛都很大致 他们都是吃草本的 不过你要吃蛋白质 肯定是要吃的 只是你要知道 讲去筛选你要吃的蛋白质 不过你想吃鱼 你可以在BECON mark那边买 会贵一点 不过至少可以让你安全 你可以考虑在有机店里面 尽量吃多点有机的东西 好不好 如我所说的 我的学生可以帮你 因为什么 我在帮助他妈妈还年的时候 我要告诉他 什么可以吃 什么可以吃 他应该有写下很多东西 你可以跟他提问 他给的不足够资讯的话 你再跟我询问 好不好 因为我在培训他 变成是另一个叫做 健康的教练 尤其现在他在冰城 帮了很多的癌症病人 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感受 很多的改变 好 Ivy 你需要的话 你找我 我给他的电话给你 不能多吃 多吃什么 蛋白质的东西 就是豆类比较多 或者是那个Nuts 就是我们讲那些 果 坚果类 吃多一点 都可以帮助的 当然一定要吃 容易消化的 尤其你是 你在做这个化疗 你身体的能量是低弱的 你要吃多点容易消化的东西 Pitonic就是其中一个 你要多考量吃的 OK 明白 OK OK 来先生还有谁 神奇时间 不好意思 这边有 Pitonic 有加西游问 感染这个 Pitonic一定可以帮得到 因为你要提高免疫系统 最好是一天一杯 一天一杯 每一天 半个小时一杯也好 一个小时一杯也好 总之一天喝到一罐两罐都无所谓 而且是 我知道这个是八岁的小朋友 很容易还原的 除非他饮食糟糕 是我不爱喝水 我不要喝水 我要喝 我喝奶茶 我喝甜的东西 这样对不起 闲线的帮不到他 为什么 因为糖分本身会滋 让这个环境变成很高酸 高酸是坏菌最喜欢 尤其A型B型 什么型的好 他们最喜欢酸性的环境 我们身体是要弱减的环境 我们要高养 这样我们才有精神 我们才有体力 现在孩子吃东西 大人吃东西 都是要口味很重 蔬菜不吃 尤其是生的 酵素少的不吃 纤维不多的不吃 全部要吃那种煎炸的东西 口味要很重的才好吃 所以就算你给他喝多少罐 也不会半到大 为什么 你这边吃 这边喝好东西 这边用坏东西 跟我处理掉 这样就很难平衡了的 然后Jesse这边给你了解一下 小朋友可以一天 每半个小时喝一杯 你要更快是每15分钟喝一杯 也可以的 最要仅是小朋友喝得下 因为这个东西 对来讲 喝一杯两杯无所谓 但是继续喝下去 好像身体不舒适了的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再来重复一下 小朋友 不管是小朋友大人 半个小时一杯 一个小时就两杯 最好是在一天里面 可以喝一罐到两罐 它就很快好了的 因为不管什么 吸菌感染的 病毒感染的话 激励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一天里面 喝一罐到两罐 你会看到改善很大的 那再配合多一样东西叫大量喝水 OK明白 OK 好 就到此为止了 OK OK 感谢朋友 感谢今天 真的是又在学到 现在是十个问题 我们 从中大家互相的 在 分享中 发问 我们也学到 超过十个问题 应该是超过 所以总共有三十个 问答 这个 Q&A 也不止三十 我们如果是真的 去了解的话 这个人的 生活各方面 很多很多问题的 我们也 陆续 还是欢迎大家 有什么问题 还是可以发问 还是可以 询问的 我们的 每一个星期三 在准备 为你们解答的 OK 所以下个星期三 还是很期待 另外一个 我们的SK老师 又在准备 专业性 世界性的 股水准的一些 通过Bitonic 来改善我们的健康 OK 来我们 等一下 我们SK 还有最后的总结吗 最后呢 就是 感恩大家 花宝贵时间 因为接近十点了 然后这个是第三场 我会尽快把这个视频 放上去 邀你的朋友来看 他不了解 什么是Bitonic 至少鼓励他们 看这个第一场 第二场 第三场的 都是问答题 至少他可以 心里面有一个概念 怎么样去针对性的 当然我也鼓励 如果你们有什么 特别的主题 特别的需求 你要给我知道 这样我会准备 然后给你们做分享 因为我现在只是做 因为我觉得 应该给大家了解的 可能不符合到 你本身 各自 各身的自己的需求 所以你们 我是鼓励你们 给我你想知道的主题 我可以找 那个答案 然后我再跟你们分享 但是我还是讲 会一个很简单 简白的 简单的方法是 Bitonic 这个一生菌 是毒油二 吃下去的话 肯定会让你身体 其实你想一下 我爸爸85岁 我妈妈79岁 你看他们高血压 一个是114 一个一个130多 如果一个普通来讲 有130多 110多的话 几率高不高 几乎是很低的 但是我妈妈 因为他们每天 特别都喝一杯一生菌 还有加其他东西 所以肯定他们的麻烦 就比较少一点 但是我不是告诉你 他老了 他像年轻人 没有 我不答这句话 我只告诉你 他们过得比较舒服 问题比较少 就这样解答不了了 好 OK 谢谢 下个礼拜 我们再分享 更多的新的主题 好 感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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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一个520好不好 我爱你 感恩 520 谢谢老师 谢谢 下礼拜见 好好休息 Ivy你记得找我了 有需要的话 杰西那边还有什么问题 再给我知道一下 感恩 感恩